玻璃安装完成以后 承包商要跟铝合金窗分包商 成交一份100%试水测试程序建议书 和试水泵表简证书给工程师审批 而建议书的内容 要练明选用的喷嘴 试水方向 时间 压力 距离等等 这种测试一般会从高楼层开始做 承包商和铝合金窗分包商 一定要紧密配合 除了要确保在试水过程当中 不影响其他的工程 还要确定所有的窗都已经关上 避免在试水的时候 弄湿窗台木板和木地板 你知道就好了 接着铝合金窗分包商 要重新检验整扇铝合金窗 确定打胶已经做妥 没有裂口 窗锁能把窗域锁紧在窗框上 窗边的胶条已经安装正确 没有裂口 没有空隙那才行 总之 自动做头不用改 样样合格 没人挑 另外 试水的水管一定要接驳好 不然的话会导致淹水 到时候损坏了装饰就可惜了 而在试水的时候 铝合金窗分包商 还要预备足够的员工 要最少两个人为一组的试水员 从每一扇窗的底部开始往上测试 分包商 承包商和工程师都一定要派代表到现场验证 发现漏水的话 承包商和铝合金窗分包商要先了解漏水的原因 确定修补方法 立刻做妥正确的记录 而分包商要把测试报告和修补方法 承交给工程师查看 而修补的工作 一定要经验丰富的修窗工友来负责 直到试水合格为止 承包商把房子交给工程师和业主之前 一定要按工程师审批的方法 把所有的窗和玻璃等等的部分重新再清洁一次 最后是维修和保养了 每天应该要检查所有的窗是否已经关好 好像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要检查门是否关上一样 特别是刮风的季节 另外要注意关窗的时候 要把锁座用力地向下压 直到窗域锁紧才算正确 而为了让铝合金窗更加耐用 铝合金窗分包商要和承包商配合 列出铝合金窗的一般维修保养事项 比如不可以在窗上晾晒衣服和钻孔 要定时清洁铝合金窗和窗扇撑等等 方便管理处制定维修和保养的小册子交给业主 没错 如果工地上的每一位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 那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 国强 知道 并说 有关